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人工智慧正在席卷互联网。 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将AI集成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中,这推动了对AI晶片的需求,这些晶片用于为AI应用提供动力的超级计算机。 在AI方面投入巨资的Meta正在开发自己的AI晶片,为下一代AI应用提供动力。 预计该晶片将比目前的AI晶片更强大、更高效,这将使Meta能够开发更先进的AI应用。 近日,Meta公布了自研晶片的进展,名为Meta Training and Influence Accelerator,即Meta训练和推理加速晶片,简称MTI。 Meta宣称MTI是提高效率和水平的重要工具。 定制化的MTI采用ASIC架构,可并行执行多个任务,适用于AI加速运算,从而成为Meta人工智慧训练和推理晶片加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该晶片由并行运行的电路块网格组成,运行使用Meta的PyTorch开源开发人员框架优化程式的软体。 Meta将该晶片描述为一种特定类型的人工智慧程式深度学习推荐模型。 这些程式可以观察一种活动模式,比如在社交网络上点击帖子,并预测相关的可能相关的材料推荐给用户。 Meta强调,虽然晶片的记忆体和网络等功能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但MTI在每瓦效能方面显著提升的效率,可以帮助Meta更好探索人工智慧前沿技术。 此外,Meta还表示,MTI将专注于人工智慧推理,而不是训练。 它预计将于2025年发表。 有望使Meta能够开发更复杂的AI模型。 这些模型可以执行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等任务。 这可能会导致一系列新的AI产品和服务。 例如,更准确和个性化的推荐,改进的欺诈检测和预防,增强的客户服务,新的AR和VR体验。 MTI实际由Meta在2020年创建。 在Meta自己设计的效能测试中,它被认为在中低复杂度的AI模型方面相比,GPU具有优势。 MTI是Meta的一项重大发展,因为它将使该公司能够继续突破AI的界线。 该晶片有望在Meta的元宇宙雄心壮志,以及开发新的AI产品和服务中发挥关键作用。 除了MTI晶片,该公司还讨论了正在建设的下一代数据中心,将使人工智慧优化设计, 支援液冷人工智慧硬体和高效能人工智慧网络,连接数千个人工智慧晶片, 用于数据中心规模的人工智慧训练机群。 Meta还在开发另一种晶片,被称为Meta可扩展影片处理器MSVP,顾名思义。 MSVP主要的工作是将影片内容,不管是短片还是直播,都尽量通过MSVP来加载整合, 满足不同平台渠道对码率、解析度和低视眼等需求, 避免让基础影片需求采用软体编码形式处理,进而加速整个影片工作流程。 该晶片旨在更有效地压缩和解压缩影片,并将其编码成多种不同的格式, 供Facebook用户上传和观看。 Meta表示,MSVP晶片在一近五处流的最高质量配置下,可以提供15FPS的4K峰值转码效能, 在标准质量配置下可以扩展到60FPS的4K。 Meta表示,与其依赖回答的GPU或英特尔的CPU,考虑到未来与人工智慧相关的用力, 他们认为专用硬体是影片运算能力和效率方面的最佳解决方案。 脸书5公司Meta的这两款自研晶片,可以看出, 会分别用于协助自家AI级影片处理任务,并可能采用台积电7奈米制程。 由于元宇宙商用进度不理想,Meta打造西一代为AI设计的Meta基础设施架构, 涵盖硬体与软体堆叠的各个层面,及串联这些技术的定制化网络。 Meta在几个月前成立了生成式AI团队, 据说执行长与技术长花了大量的时间和这个团队讨论Meta在人工智慧领域能做些什么。 近日,他们刚推出了针对广告客户的内容设计工具。 Meta在人工智慧的进展过去集中在审核过滤和广告推荐算法这些领域, 许多时候这些不再是使用CPU组合运行的, 再加上定制的专门用于加速的AI晶片。 随着生成式AI的爆发,Meta已经采购了大量的挥达晶片, 原来的晶片方案已经被放弃。 Meta基础设施副总裁将自研晶片形容为, 构建对对战所有层面的控制能力。 这和百度的AI战略思路很相似, 从数据中心设计到训练框架, 再到数据集合算法。 Meta试图在AI方面追上竞争对手, 开始进行对本身AI全链条资源的整合。 自研晶片紧锣密鼓提上日程, 形成对比的是, 现在所有人都还在依赖挥达的晶片。 Meta目前训练大模型所使用的是名为 Research Supercluster的RSC超级计算机。 它内置了2000个挥达DGXA100系统, 包括16000块A100GPU。 Google和微软也都有自己的超级计算机, 微软把它整合在了自己的Azure云上, 然后又和OpenAI结合在一起, 后者使用微软的资源训练大模型。 谷歌的超算则有26000块H100GPU。 超算资源直接和大模型开发训练 以及推理的进度有关, 但也意味着会受到挥达产能的限制, 因此各家都在推动自研晶片进展。 Google很早就研发了名为TPU的训练晶片, AlphaGo就由其驱动。 之前也有消息传出, 微软在秘密研发自己的AI晶片, 合作伙伴是挥达对手AMD。 Meta走向自研之路是顺理成章的, 强化在AI领域的垂直整合能力不仅可以降低成本, 客制化晶片还能方便根据自家业务需求定制功能, 更容易打造差异化竞争点。 如果Meta的大模型一方面能在传统的, 还在探索中的社交业务上支撑内容广告行销, 另一方面将生成是AI接入元宇宙, 帮助用户生成数位孪生形象和相关的原始码, 那么其增长潜力将会极其巨大。 Meta的老板在2月份就表示, 要致力于提高Meta的人工智慧算力, 押注AI的未来看上去是必由之路。 Meta的自研晶片是向这条道路进发的最新尝试。 随着Meta、谷歌、微软和亚马逊等其他科技巨头, 也在这一领域投入巨资。 AI晶片的发展是科技行业的一大趋势, 很可能对AI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倘若这次,Meta确实选择台积电作为代工商, 则足以说明, 世界巨头对于其高效能运算HPC能力的认可与无可替代。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